近日 由于武汉青山方舱医院新冠肺炎入院病人数减少 出院病人数增多 住院总人数整体下降 3月5日中午 青山方舱医院B舱213张床位 病人全部清零 剩余63名病人合并进A舱 合舱病人离开前 与B舱内的河南省第5批支援湖北医疗队 郑州人民医院医护人员 上演了一段难忘的笔心踢台秀 今天是2020年3月5日 现在是中午的11点50分 今天我们青山方舱医院AB舱正式合舱 主要原因是因为出院病人多 在院病人减少 我们开始进行了一个病舱 B舱现在已经全部清舱完毕 据了解 武汉青山方舱医院医疗团队由河南医疗队 国家陕西紧急救援队 武汉市第九医院团队组成 由武钢体育中心改建而成 分为A B两舱 在新冠肺炎治愈患者与合舱病人全部离开避舱后 医护人员又对避舱进行了地毯式消毒 并将所有用品归位 祝武汉体安 祝祖国参政 我们清舱完毕 据了解 武汉青山方舱医院B舱病人清零后 B舱医护力量全部投入A舱的治疗 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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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换